近期,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呈现扩散态势,意大利确诊人数快速增加。 当地时间3月18号晚,第二批中国原疫抗疫医疗专家组疫情抵达米兰,随即展开工作。 3月22号,中心社记者在北京独家连线了第二批中国原疫抗疫医疗专家组组长,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常务副院长邱云庆。 邱云庆认为,目前意大利每日新增患者数量不断上升,这说明传染源还没有被发现,这是当前意大利疫情防控面临的最大问题。 邱云庆表示,目前控制意大利疫情的当务之急是控制传染源,尽可能从源头上切断传播,建议对可疑患者做到早发现、早诊断、早隔离、早治疗。 那我们建议它,你要把受益的传染性的人找出来,建方舱认这样的方式,把它够离起来,不为造成传染。 所以这才是最重要的手段,我们的话要早期发现,早期给它检测,早期诊断出来,早期把它够离,然后早期治疗。 这样做的话,使得运行的话,才能给控制下来。 连日来,中国专家族也对意大利当地医院进行走访,实地了解患者救治,医护人员工作状态和愿感控制措施等情况。 我们进去医院看,医生对这个减病的认识也是不够。 所以在医院里面,我们看到他们的隔离措施,病人与医务人员的隔离措施,病人与病人之间隔离措施,都做得不是太好。 那么我们有看到某家医院,还有几百个病人坐在里面,你们的医务人员感染的话,我们叫做院里感染,调查感染,都严重呈诊。 那这样的话,导致疫苗也是一个这个产生前病的地方。 针对这些情况,中国专家组也在当地医院的隔离措施,通气设备,药品传输系统等方面给出建议。 邱云庆说,看到意大利同行在较为简陋的院感防护下超负荷工作,深感他们的不意,希望专家组带来的物资和经验能为其提供帮助。 疫情之下,在意华侨华人,中资企业员工和留学生等同样受到影响。 为此,中国专家组专门召集当地侨团开会,答疑解惑,安抚情绪。 我们来了之后,当然对我们专家拔人拔脚,都是非常高兴,也是非常欢迎。 原来他们有很多不稳定的情绪,特别是纠结这个要被违国内要怎么样。 那我们来的时候,应该的时候给他们很大的信心,他们觉得有我们中国的专家对人来,看到了好像有很多希望,或者至少对这个全民的培训宣传这个知识方面,这个了解更加方便。 值得注意的是,本次第二批中国原疫抗疫医疗专家组中,还包含了两名中医。 求云庆介绍,此型专家组还带来一些中药,目前已为400多名病人提供服务。 那这次的话,我们与两位中医的专家一起过来的,也带了很多中药,经过网上的登记、执行,把这些病人的信息汇总之后,总共的话,我们现在有400多名的病人,有这方面的需求。 据悉,未来中国专家组将把工作重点放在意大利伦巴蒂、米兰等疫情较为严重的地区。